超級富豪李嘉誠住宅避劫 富豪住宅保安系統引起廣大的關注 我們將會找專家和李嘉誠 重新設計過一套先進的保安系統 Party女郎為每一個Party帶來驚喜與歡樂 聖誕Party又怎能少他們呢 我們又會詳細介紹他們的工作實況 聖誕系列內衣 為你帶來最貼身的聖誕感受 還會介紹別致的內衣禮效 嘉賓簡兒清先生唱談搞放縱Party心得 還會大爆他的初戀情史 你一個職員的女兒 可以說是我初戀對象 聖誕節, 聖誕節 還有兩天, 還有兩天是普世歡騰的聖誕節 我想大家一定準備好一些豐富的節目 過這個充實的聖誕吧 那當然在豐富的節目裡 不少得的就是開聖誕Party 所以我們今晚的主題就是 放縱派對狂歡爺 說到開這個放縱Party 當然不少得我們今晚 請來的特別嘉賓 他可以說是本港放縱Party 第一個先鋒 沒錯, 他最近私人開了一個放縱Party 還成為成中的熱門話題 他就是有老頑童之稱的簡兒清先生 歡迎你, 歡迎你, 歡迎你 歡迎你, 歡迎你, 歡迎你 請坐, 請坐, 請坐 真的很歡迎你, 你是我們的前輩 這麼想臉來到我們的放縱Party 所以我們做後輩 一定要送一份見面禮給你 不客氣, 我也沒有帶禮物給你們 要的, 我們要的 那就要麻煩Ivy和蘭梓 我們稍後再送你一下 這是什麼禮物? 很大的 對, 火雞, 對嗎? 不止, 很大的 你可以立刻拆開它 對, 來了 看看是否適合心水 這麼大的, 這是什麼 對, 很棒 難道一整噸這麼多火雞? 很棒 Merry Christmas 你好 Merry Christmas 你驚訝嗎? 厲害… 老伯哥怎麼樣?滿意嗎? 我慢慢跟他說 我等一下再說 其實這位美女 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她是Lisa 她是燕會女郎 所謂的燕會女郎 是專門出席燕會 又或者是派對 以一種指定的裝扮 來給客人一個驚喜 驚喜嗎? 八哥 是呀 不驚得了 我慢慢再跟你說 沒空了… 她說這個行業 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她們的工作實況 因為挺特別的 是呀, 那就行了 不如我們馬上看看 Lisa每天的工作實況 然後再請八哥 跟我們說說放縱派對的風情 好嗎? 好… 其實這些燕會女郎 就會應不同場合的要求 而穿不同的服飾 例如有套女郎服裝 泳裝、禮服 甚至半裸或全裸都可以 就要視乎客人的接受程度 至於價錢方面 由三千元至到萬五元都有 也要看看客人有什麼要求 而定價 究竟燕會女郎為人提供歡笑的生涯 是怎樣的呢? 我們看看Lisa 今天為我們工作的情形就知道了 Lisa是職業的無特兒 偶爾也會客串做燕會女郎 她說在燕會裡面 令大家開心 沒有走天橋那麼悶 Lisa今天會穿緊身上衣和緊身褲 來表演 她說其實表演的服裝 誇張一點都沒什麼所謂 她都希望在箱子裡彈出來的 一剎那夠腸眼 不過若是太暴露的話 她本人就不會接受 因為她說不希望 局限了自己的發展 對, 她說不想我 現在距離正式的表演 還有一點時間 不如趁這個機會 就跟Lisa聊聊天吧 你好, Lisa 你好, Anna 我最想問她 她經常出席一些宴會 但是穿得很少衣服 你會不會覺得很尷尬呢? 我不會覺得很尷尬 因為我只是在這裡 為了聖誕女孩 所以如果他們太近 我會告訴他們 你可以看, 但不要觸摸 所以我真的沒有問題 對, 原來大家 只能看, 但不能觸摸 眼看守蜜洞 對, 其實找這些宴會女郎 的客人 是會以中國人 還是外國人居多 以及他們的要求 又會不會不同 其實一般做這些宴會派對的客戶 都是外公司的熟客 他們有中國人的客戶 亦有外籍人的客戶 比例都是一半一半 但有一個情形很奇怪的 就是中國人的客戶 比較喜歡找一些外籍的模特兒 即是反過來, 可能是本地薑不辣 現在在我旁邊有一個長闊高 也是四尺的大木箱 而我們就把它包裝成一份大禮物 那一會兒 待會Lisa就會躲在裡面 在最適當的時候就會彈出來 給大家一個驚喜 大家不用怕 還有擔心Lisa會焗傷 因為這個箱是經過特別的構造的 有足夠的透氣孔 而且還有一個專人 時時刻刻地留意著 還有照顧著他 Lisa說今天很幸運 在箱裡只等了十五分鐘 就可以進廠了 他試過躲在蛋糕上 幾個小時幾乎都起不了身 可憐 好, 我給你這些空氣 謝謝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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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a一出現 的確令我們的嘉賓 有一個意外的驚喜 她說一場來到 讓MTV大家看看 希望大家有個好印象 還希望大家有個開心的正誕節 謝謝 謝謝 好可憐, 你說我的衣服 對, 聖誕節人人都會過 我就想有個特別的回憶 那就請教我們的嘉賓 簡宜青先生, 八哥 是呀, 八哥出了名就貪玩 我很想知道 為何你會覺得聖誕節特別好玩 是呀 第一點, 聖誕多數是冷的 因為為何你想聖誕節好玩 一定要冷的 熱天沒有興趣, 也沒有那種氣氛 為何呢 冷, 你覺得有溫暖 如果你是熱天, 每個人都逼在一起 好像沒有那種氣氛 不走, 沒黏著 那你有信教的嗎 我嗎? 我自己有的 因為當時我追求哪個小妹妹 她什麼教我, 什麼教 好, 很新鮮 好, 很新鮮 好, 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在印象之中 有沒有一個特別難忘回憶的聖誕節呢 難忘回憶嗎? 我上來剛剛五十年 即是任何老頑童也好 都有年輕、天真的時候 我也試過年輕的 你也很年輕 真是年輕 怎麼回事 剛剛五十年為甚麼呢 我記得很清楚 一九四三年 因為那個聖誕是剛剛走難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小妹妹是丹麥籍的 那時候在廣州沙面 那次聖誕為什麼這麼難忘呢 因為那時候究竟自己不知道能夠繼續生存了多久 剛剛戰時走難的時候 對方是在廣州丹麥領事館的一個職員的女兒 可以說是我初戀對象 對方就當是一個朋友 我對他就當他是我的初戀 因為他是天主教徒 所以跟著他去這個五夜彌撒 沒有說那時候因為日子不好 所以就不是說什麼聖誕大餐 不是想著怎樣去狂歡 跟著他去五夜彌撒 就是希望世界早日和平 希望我們還有生命繼續生存下去 反而平淡之中還有意義 這位我的初戀 我在前兩三年 我去丹麥都碰過他 現在他已經做了阿嬤了 哇 厲害 好一段這個宴閣症 我五十年了 所以這個記得很清楚 是一九四三年 八哥, 我聽說最近你搞了一個 世紀末派對 還說是有些很刺激的玩意 是呀, 八哥, 聽說還很出位 不如你趕來聽聽 好, 所謂出位不出位 當然是這個觀點要角度問題 主要怎樣呢 那個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有四個是幸運抽獎得的 他們要做一個比賽 什麼比賽呢 就是有兩位女性的朋友 自己願意出來露了上半身 哇, 今天看到了 然後這四個比賽點 有兩個是替他們塗一些朱古力 哇, 厲害… 另外兩個是用手以外的其他身體部分 替他們清潔的 是不是比較好吃呢 你看清潔興奮, 下次再找你玩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反應是否熱烈 有很多人參加 有接近二百人 這麼多人 為什麼呢 我也是多請外國朋友 主要的理由就是 如果中國朋友我幫助 有些人抽了他又說 怕醜 我不玩了, 我不玩了 如果有十幾個都是這樣 我就很難搞 氣氛會降低 但有一點我發覺到 就是女性表現得大方 比男性 反正有些男性 說不要了 不知道我一個女朋友 或者我的太太 怎樣想 回頭 那些女性都覺得很大方 雖然他們沒有參加 沒有參加這個比賽 但他們都顯得很大方 很自然 玩的人真的很投入 那你怕不怕呢 譬如沒有玩 外界的人 會不會覺得你過火 那些遊戲 這個是一個私家派對 根本上他們怎麼想 過不過火他們的事 跟我沒有關係 我第一件就是查過 是非犯法的事 最重要 而且也沒有傷害任何人 聽聞八哥 最近開了那些聖箱店 你聽說些話 好嗎 根本上我不是聖箱店 我是一個精品店 主要都是以賣 安全袋為主 因為我在海外 很出位 室室做生意 為什麼呢 現在外國有些地方 根本上那些專賣安全袋 那些 你在外面看 看十分鐘 你都以為是糖果店 哇 都是波板糖 粒粒糖 全部 你要進去慢慢看清楚 然後原來是那樣東西 還有一般人 想像中的聖箱店 有相當大的分別 我期待著你 我也想參觀一下 那你接下來 又會有什麼派對 要搞一下 我打算在97年之前 起碼要搞兩、三個 比較特別的派對 應該是… 我最喜歡搞一些很新鮮 所以至於派對的形式 現在還未能定 但又是要請外國人 不是 不是 我扮鬼魔…鬼婆 希望新的一年 什麼都會順順利利的 希望你多辦派對 但一定要遇上我們 對 因為我們也夠放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富豪住宅保安設施 百物一梭引來擦劫 一堂專家會為李嘉誠 設計一套更先進的保安系統 謝謝 我現在又有一個好處 有一個好處 我會先拿去 我好處 我好處 有一個好處 那你有沒有準時吃藥? 沒關係, Dennis 因為每逢聖誕節特別多球 去的時候也要穿晚裝 而且你知道我沒什麼標 所以沒什麼標, 配上好衣服 那你有沒有見過那些飾物標? 沒有, 又有好介紹 是呀, 關於聖誕節 每年10月25日 在歐洲已經算是最大的日子 所有派對、聚會 都在這個時間上出現 達官貴人 也都可以說 將這個時間上 表現到他的鐘錶的大師設計 例如鏈的手錶 頸鏈手錶 同時這個掛錶 也有戒指錶 特別是戒指錶像這些 飾物相當漂亮 在會場帶出來 其中這些掛錶也是給那些工作夫人 那些貴族來配戴的 出席就像這個勳章一樣 這些所有用鑽石 和技師上製作的藝術品很高的 其中這一隻 特別要介紹給觀眾 就像貴族的授勳章 分咸那樣來設計 這個手錶全部用珍珠 用堂柱錶面 配戴在這裡全部用手工業製造 這些飾物每年在聖誕節 派對多數都是給他們配戴 來燦爛的奪木 來給各人的男士欣賞 其實有些男士都挺貪美的 不知道有沒有適合 男士們帶的飾物錶呢 男士的錶也有很多飾物 當時二十年代那時 那些製錶大師 也做了很多飾物 給一些很大的派對 還有出那些舞會 那些球來用的 當時出產的製錶大師 也做到這些 褲頭帶扣的手錶 也可以摺得上去 例如這個錶摺得上去的時候 就可以帶皮帶在手上 打開我們就可以看到時間了 旅行的錶方面 也有這些飾物 在袋裡拔出來就可以看到時間 而這個袖口扭手錶 也可以戴在袖口扭上 襯衣服方面 其中這對袖口扭錶 特別要介紹給觀眾 因為這對比較珍貴 是配給皇室的人員來佩戴的 每年的聖誕節 或者其他的大節日 做給他們貴族的人用 所以這些就有些enemo 還有永不退色 還有用純金做的 是拼高的 他這個錶的設計是相當好的 他的袖口扭手錶 就像袖口扭手錶 但是反過來 這個錶底在這裡上鏈 在這個位置上鏈 這個很別致的 到目前在市面上都沒有發售這種的 全部都是宗錶大師來構造 每年做一個飾物給男士用品 真是有了Dennis 以後去球就沒有煩惱了 還可以出盡風頭, 謝謝 這個星期一, 凌晨時分 香港首席富豪李嘉誠的住宅 被手持刀槍的毒行賊入屋行劫 行好非籍的男工人奮力反抗 將匪徒制服 警方到場將匪徒拘捕 這件案件不僅成為本港 各傳媒報導的焦點 連外國的通訊社也真相報導 一時間, 富豪的住宅 以及名人官底的保安系統 也成為了城中的熱門話題了 今天我們將會講一下 本港各大富豪各人住宅的保安設施 以及最先進的保安設備 李嘉誠的住宅就位於廣島南區 深水灣道79號這裡 這一座就是一座貝山面海 三層高的花園式豪宅 佔地就是11800呎 而每層的單位大概是2300呎 李嘉誠住在三樓 而她的兒子和媳婦李澤巨夫婦住在二樓 而這座香港首席富豪的豪宅女頭 究竟安有甚麼保安的措施呢 有關保安的公司 就由於安全的理由是不肯透露的 只不過我們綜合各方面的報導 就得出以下的資料 李澤的保安系統主要分為三個防線 第一道防線就是花園外圍的 鐵絲網和石屎牆 鐵絲網和圍牆的高度超過15呎 四周軍裝有強力的射燈和閉路電視 靠近三波的鐵絲網更加有三層 而第二層和第三層 就更加設有警鐘和紅外線網絡 一被觸動就會發出警報 通知保安公司 如果保安公司發覺警報有可疑的話 就會立即通知警方 至於大閘門口雖然沒有看間看守住 但有兩部閉路電視監察著 來訪者的身分和動靜 然後由控制室遙遠控制電閘的開關 連屋外的信箱也裝有一部閉路電視 攝影機有塊玻璃保護著 所以當有人把不明信件放進信箱裡 裡面亦被攝入鏡頭 進入大閘之後的空地 就是李宅的第二道防線 空地包括一條直達大屋門口的馬路 以及大屋周圍的花園 這裡亦由多部閉路電視 不分日夜監察 另外更加養了五隻大狗 晚上放出屋外巡邏 成為了最有防禦能力的守衛 第三道防線就是設在大屋本身 大屋所有窗戶都是耿窗設計 排除賊人叫槍入屋的可能性 而由工人房通到主人房的門 也是單向設計 只能夠由主人房方面開關 當晚賊人就是因為這扇門的阻擋 未能夠進入李嘉誠的審室 除了上述三道保安防線之外 在大門口亦有一本警察簽譜簿 據聞警方每天會三次派警員到這裡簽譜 令到李宅附近的治安更加有保障 綜合了以上的資料 李宅的保安措施雖然稱不上窮場揭壁 但也算是非常嚴密 為甚麼在這麼嚴密的保安之下 賊人還可以成功地潛入工人房 來挾持一個工人呢? 是呀, 在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 不如我們先看看李宅被劫之後的情況吧 一般的報道都指李嘉誠於案發之後 並沒有加強防範的措施 遇上獨自駕車出入 為了了解實況 房中十點半的記者 昨晚特別夜訪李宅視察 李宅附近的環境非常幽暗 很少有來往的車輛 也不見有巡邏的警員 如果有匪徒躲在隱蔽的地方 是不容易被人發現的 而在十點的五十五分 李嘉誠就坐著他的房車 由司機送回家 入閘的過程就被我們的記者拍攝了下來 房車入閘之後 大閘並沒有即時觀賞 若莫過了二十秒之後 大閘才慢慢地觀賞 如果在這段時間有人企圖不軌的話 似乎就有足夠的時間去行動了 在兩分鐘之後房車又再開出了 這次就只有司機一個人而已 可能就是出來視察記者的意圖 到記者拍攝完畢 開車離開的時候 竟然發覺在大門外 約三十米的地方 就有一輛神秘的車輛在監視我們 而且還在跟蹤記者的車 這輛車會不會是保安公司 又或者是警方派來的呢 今天上午我們的記者 又再到李宅附近視察了 發現天台有一批警方人員 和保安公司的人員在巡視 而在停車場就拍了多部私家車 大門也不時有外來的車輛出入 看來警方和保安公司都在研究 如何加強李宅的保安設施 而在下午這位英勇抗賊的菲傭 也有出現 他還監視著我們工作 果然盡責 而今天巡邏警察的數目明顯加強了 幾乎每十分鐘就有警員來簽保 比案發前的每天三次明顯多了很多 李嘉誠住宅的保安系統 我們已經了解過了 但究竟這個賊是如何避開 那麼多防盜機關而潛在房子裡 這個問題我們還未弄清楚 清清 我這個問題 我想除了警察和賊自己本身 最清楚之外 我們最好請教一下 一些有專業保安系統公司的負責人 梁先生 如果以我們專業人士的角度去看 在這個案子 我相信這一類的責人 對於這種防盜系統一定有相當的認識 而他在爆竊之前 可能做了一個計算 或者一個計劃 而才去入屋行劫 而另一個問題 可能是人為錯誤 就會是 譬如在一個防盜系統 在一個正常操作情況之下 就買一些操作的人士去 忘記了做一些任何的事 譬如好像忘記開掣 或者做一些監察的事 他忘記去做的話 他就會有一些人為的疏法在 就會出現一個流動 而被一些責人進入屋 梁先生 如果以你們的專業意見 為了防止同類型的事件發生 那你們又會怎樣去設計 李嘉誠先生住宅的保安系統 首先我們會去現場環境做一個視察 大家可以看到李嘉誠 這個住宅有很多圍牆 我們會在圍牆上面 裝置一些防盜的傳感電纜 而那些電纜的用途 就是用來接收一些爬牆 或者人家展示失望的信號 觸發到的一些震盪 而那些震盪 就會將那些信號 或者信息 傳送到我們裝置的閉路電視 那些閉路電視一收到這些信息 就會即時開始錄影這個過程 而那些閉路電視 亦都在24小時是有監察作用的 那你所說的設備 全部都是安裝在室外的 那室屋裏面 又可以安裝甚麼的警報系統 但你知道 那些豪仔的裝修這麼漂亮 會不會安裝這麼多的警報系統 而破壞了原有的室內設計 這個絕對不會的 我們有很多防盜系統 全部都是無線操作的 即是說不需要在場角 地方拉線 不會影響到室內設計的問題 還有很多隱蔽式的閉路電視 完全是隱蔽裝置在一些牆內 或者隱蔽的地方 絕對不會影響到這些裝修 那其他房間 例如放一些重要的文件 或者夾慢的 又可以安裝甚麼呢 例如一些重要的文件 或者一些機密 所謂的東西 可以安裝一些 我們這個叫做 子毛識別的進出系統 這個子毛識別進出系統 是利用一個個人的子毛 而批准這個人 可不可以進入這個房間 或者進去做他想做的事 我覺得特別深 就是因為我是李嘉誠 沒錯 這次的案件 沒有任何財物的損失 也沒有嚴重的傷亡 本來只是屬於一宗普通的劫案 但是因為事主就是香港首富李嘉誠 所以就成為了一般市民茶餘飯後的話題 是的 而且我相信有一部分人會因為這件事 而有一個心理上的衝擊 他們就是一些獨立豪宅的香港富豪 不知道他們的豪宅有甚麼保安措施呢 廣澳名人何鴻生的豪宅 就坐落在淺水灣道一號 大屋就建在小山丘上面 佔地二萬呎 有一條小路直達大門口 在三層的大屋 每一個角落都裝有蛇燈照明的 外面唯有高八呎至十呎的圍牆 圍牆之內還設有大廁的鐵絲網尼巴 名符其實是雙重保安 在進入大門約十米處 就裝有一部閉路電視 監察大門一切的動靜 再過十米就設有一個家庭 有穿制服的護衛人員把守 而本港另一位的超級富豪 霍英東的府邸 情況就剛剛相反了 屬於高度不設防的 這棟位於沙酸道33號的別墅 外圍不僅沒有高高的鐵絲網 而且圍牆也只能一個人這麼高 好容易就爬得過去了 此外也見不到有閉路電視 探測器之類的防盜設備 富豪有這麼嚴密的保安 都可以被人有機可乘 你說我們這些普羅大眾的市民 真的要提高警覺防範未然 是呀, 尤其是在冬天 爆洩案件特別多 所以在這裡奉勸各位 做好這個東防措施 在這個普世歡騰的聖誕日子 在這裡我們不僅要對自己好一點 對媽媽、姐妹、甚至女朋友 都要體貼一點 你搞變蝙蝠, 你一會兒這麼正經 是呀 玫瑰? 是呀 讓我數一下 十一枝這麼多, 真是夠體貼 是呀 只有一個假的東西, 是布 你被人騙了 是呀 上面很多雪人仔都挺可愛的 是呀 其實這些色彩繽紛的雪人仔內衣褲 是特地為這個聖誕佳節而推出的 讓我們的女士們多個選擇之餘 亦可以添一些內在的氣氛 是呀 是呀 除了添一些內在的氣氛之餘 我們亦可以添一些香氛 因為有了這個香囊 是, 放在我的衣櫃上就適合了 那我就全身都有一股氣氛 是呀, 看見你這麼興奮 再介紹一件好東西給你 就是這個 音樂聖誕卡, 真是小的東西 是呀 是, 是音樂聖誕禮盒才對 因為只要把你的內衣褲擺好之後 然後再把這個發聲器輕輕地按一下 就會發出一些很美妙的音樂聲 是呀 好聽, 真的 真是想不到現在的underwear 設計得這麼有心思, 這麼特別 還未算, 這些只不過是小把戲 還有一些氣氛 我們馬上介紹一些特別的 聖誕應節內衣給大家 是, 多聖誕、我喜歡的 是, 多聖誕、我打算 是, 多聖誕、我打算 有, 多聖誕、我打算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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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就是, 但是聖誕佳節 不知道Disco的收費會不會有變動呢 所以我們秋仰調查了 香港幾家著名的Disco 他們的收費大約是由280元到400元一位 比平時大約高出100%左右 果然很詳細 不過其實在Disco之前 是不是應該吃一餐聖誕大餐呢 太好了, 吃大餐應該去酒店的西餐廳 因為這樣才夠氣氛 太好了, 有東西吃 在香港區的酒店 好像以下這幾家 他們西餐廳都有聖誕大餐推出 但是收費各有不同 每位大約是500元到1400元左右 而在九龍區一點都不輸蝕 就像這三間酒店一樣 分別都有推出聖誕大餐 價錢每位是由1000元到1850元不等 如果大家想在酒店過一個 美麗而浪漫的聖誕食物 其實可以租一間海景套房 而價錢大約是2000元至3000元左右 不過大部份現在都爆棚了 明年請做吧 如果租不到房 也可以去新界或離島租一間度假屋 那間一個田園色彩的聖誕夜 對, 如果大家喜歡搭船的話 就可以去長洲租度假屋 平安夜和大隋寺是450元 而聖誕夜是750元 至於大嶼山大約是500元左右 而大隋寺便宜一點, 只有300元左右 而這個新界區就像西貢一樣 由於交通方便, 所以價錢也會較貴 而平安夜是650元 至於25號的正日便要750元 至於大隋寺便是500元 聖誕有很多好去處, 大家不怕沒有節目 我一向都不怕聖誕沒有節目 你真厲害, 聖誕除了是風花樹之外 或者是下Disco 除此之外, 也沒有甚麼地方好去 那倒不是這麼說 可以下清巴, 約三五之幾 喝杯酒, 聊聊天也不知挺舒服 好提議, 你知道嗎? 有些清巴有波體, 還有免費酒喝 是不是真的? 偷得浮身, 半日閒 城市人最渴望的 就當然是在白亡之中, 抽少許時間曬日乾浴 我最怕日曬雨淋 我認為最好在有蓋的露天酒吧 享受大自然的涼風 真是人生一樂也 遊言自得, 是我們創作人最渴望的夢想 一邊看著這麽翠綠的波底 一邊寫稿, 靈感都多些 這裡真是不錯, 七海、七海都很舒適 沒錯, 這裡不單是環境好, 飲品都很特別 我知道今天Erin會跟他介紹幾種, 是不是? 一定會, 坐下冷嘴 好像這間酒吧, 因為這麽近足球場 所以雞尾酒都是用運動來做名字 是呀, 剛才我叫這一杯, 叫做哥爾夫之王 而我這杯就叫寶寧之友 我這杯叫足球之光 但你們知不知道這酒是怎麽做的呢? 不知道呀 不知道, 告訴你 你這杯酒主要是用椰子汁 再加一份香蕉味的力量甜酒 酸酸甜甜, 而且椰子味很香 我試一下, 爹 最適合你, 你不懂得喝酒的女人喝的 是呀, 這杯哥爾夫之王真是很香香的味 好似你這杯, 其實最重要是Fruit Punch 即是那個雜果分治 再加一份煎酒, 還有一份香蕉味的Blandy 也是很好喝的 讓我先試一下 怎麼樣? 這杯寶寧之友, 雙雙甜甜又很香 好似我一杯足球之光 當然是適合你踢球就好喝的 這酒是很簡單的 就是用檸檬汁 再加一份荒莓Blandy 再加一份普通的Blandy 這樣就是了 喝一杯,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乾杯 乾杯 在這裡不僅可以喝到又便宜又特別的酒 還可以看到球員在練球 沒錯, 足球員練完球 就多數會上來喝一杯東西 我們還可以跟他們有近距來接觸 說不定還可以拿到簽名 甚麼事? 甚麼事? 有點敲鐘 是呀 酒吧規矩 敲節中就請來全場喝一杯東西 你敲幾次? 你自己想想一下 好多次呀 這個壞爺教訓你, 以後不要走多多了 不行的, 我沒有錢的 好淒涼的 你借給我, 你有錢卡嗎? 不是呀 那怎麼辦呀 不用怕, 妹妹仔 好呀, 最多我吃虧一點, 我去給你付吧 好呀… 來給我教你呀 吳文, 出門如貴 快點謝謝這位吳教練 謝謝吳教練 這次真幸虧有吳教練 否則我也不知道怎麼解圍 我還不明白為何敲衝要請喝酒 說起來有段故事 相傳英國的船員 他們每一次出外 平安回到目的地的時間 船長會托船上的鐘 去酒吧一起慶祝 他們敲一次鐘 就要請全場的人喝一杯酒 就像你剛才這樣敲四下 就要請人喝四杯 他們在船上上海 停留了一段時間 到再次出海的時間 就把鐘拿回到船上 挺新思的 今天多謝吳教練為我們講解了這麼多東西 對, 阿敏, 你以後要小心一點 不要小心這麼敲鐘 你好 有到聖誕… 太好了… 還有不到一個小時便是平安夜了 大家想到去哪裡玩了嗎 當然想到, 一年一度的好日子 一種約了人 其實聖誕節無論是個二人世界 或是跟一群朋友一起慶祝 都不失為一個普天同慶的好日子 說話說, 你別只顧著你準備好節目 記住寄一些卡給你的朋友 當然記得, 雖然明天還是平安夜 但也可以選一張卡 親手送給你的至愛 送甚麼卡 當然是比較放縱的聖誕卡 以下有幾款可以介紹給大家 在這裡就預祝大家有一個快樂的聖誕 Merry Christmas 好, bye-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